那您之前那个雨林走了多长时间 雨林走了差不多四天三夜吧 四天三夜啊 这个雨林里危险吗 有什么好走吗 雨林其实就是爬山 但是还是遇到抢劫了 遇到抢劫了 对对 什么人抢啊 怎么抢的呀 就是蒙面的抢腿吧 蒙面的 对 是在巴拉玛这边还是在哥伦比亚 应该是过了巴拉玛这边 来到巴拉玛这边 对对对 那他们说什么您听懂了吗 没有 就是拿着抢 还有拿着到其他的就是问你要钱 拿着抢 其他也没多交流 就是问你要钱 他们是就所有 见所有人都这么抢吗 南美人也抢 南美人也抢 对 那您给他钱了吗 给了 给了多少钱 反正身上有零钱的都给了吧 就是几块钱这样 不是 可能他要是要的那个 每个人要两百块 要两百块啊 美金 那你有那么多钱吗 没有 你有多少就给多少 有多少给多少 有些如果你带了太多的 可能全部给你抢了 没可能 这样 那您给的几十块 我就带了几十块 就几十块 因为他那边要抢了 我不可能带多现金 哦 OK 是这样子的 OK 那除了就抢劫之外 还有其他的危险吗 像路好走吗 路也不好走 特别是翻那个山的时候 翻那个山的时候特别高 我们走到阿肯迪内的路 对 阿肯迪内的 哦 OK 在那个山特别高 而且都是悬崖峭壁的 虽然是很多南美人产 摔了路 但是不是很好走 不好走 特好奇 我看您还年轻力壮的 也不好走 我还好吧 因为我在家有锻炼过 但是他们很多人就很 还有很多治后的中国人 特别是妇女儿童 就很恼火一点 哦 OK 因为我在家有运动过 就看着好一点 OK 我本身是个基督徒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国家 基督徒 包括就是宗教压迫这块特别严重 这个是事实 我们国内的这种家庭教会的话 全部都是四分五裂的 以前你可以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在一个教堂去会 但是现在你只能说悄悄的 就像搞地下党一样的 就是说几个人 十来个人就小组形式的 这样分散开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的政治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很独裁的 对吧 它是一个独裁 独裁统治政府 而且就是说 在我们国内是没有自由的 长期受到剥削压迫 我觉得还是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吧 各方面我都不是看好 从我的信仰 包括政治 各方面我是看不到希望的 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说您本人 或者说您的家人 您的朋友 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具体的事件 让您决定 我一定要走出去 具体的例子 具体的例子 其实我没有特别具体的例子 但是我长期就是感觉这个环境很压抑 对 我不是偶尔一件突发的事情导致我有这个想法的 而是我长期在这个环境上压抑着我 无论是我的宗教信仰 还是就是政治 从那个风 就是那个玉琴 封城开始 就是这种各方面的不断给你 从玉琴最开始 他可能给你弄个绿盘黄盘 还有定时 包括最后完全给你封 包括我们宗教信仰也是一样 开始给你商量 提个草案 到最后完全让你控制你 他就是一步步的给你施压 你就感觉那个神一步步的给你勒紧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你感觉到很窒息了 就是他一步步 那个压力是一步步涨上来的 对 那您走这个玉琴 我们听说也是挺艰险的 而且像去年这个统计数据说 这玉琴里就走还死了50个人至少 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危险 还决定要出来吗 要走这个玉琴出来吗 我觉得还是值 还是值得去走 再危险也比长期在国内这样子 看不到希望 至少还可以拼一把吧 我看刚才您从这个船上下来 还在那个岸上稍微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这些行李 整理一些东西 然后其实您走过这玉琴 然后坐船到了这 应该说最艰险的 自然环境上最艰险的一部分 应该就是已经过去了 您当时在那整理东西的时候 您想了些什么吗 您感受怎么样 我整理东西 刚才想什么吗 其实我一路都很麻木了 现在 我没想到那么多 我只想到那边去 那到美国 这个还是在半路上 一路对我来说 还没到的目的点 在这只是一个据点 因为我们从国内到基多开始 到与您开始 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了 这其中只是一个路过点而已 对 还没有想很多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终点 您的终点是 对 就是那 是美国 您准备到那儿 有想过怎么办吗 会有人接应还是怎么办 没想 先到了再说 我好像没得选 我觉得我好像是没得选 如果有的选 我还是不想走 是 是